哪些星座的父母 会把小孩保护得很好 对 我们今天 从父母星盘当中的 太阳月亮跟上升星座 这几个部分来观察呢 有上榜的父母 他们对孩子 其实是非常保护的 首先第三名 如果爸爸妈妈的 这个星盘有落入天蝎座的话 我们说是理财观念 及早培养 他特别会在金钱方面 想要照顾好保护好孩子 好 因为如果 如果你去看天蝎座 特此强的父母 他们会觉得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 但是你生活在世界上 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要达成你的梦想 其实都需要有钱 所以天蝎座的爸爸妈妈 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会想要去 培养孩子的一种 金钱理财观念 他们觉得说 因为人不理财 财不理你 所以最好从小朋友开始 就让他们知道说 这种储蓄啦 理财 还是从小就要有的观念 甚至他们会就是有计划 比方说给零用钱好了 有的爸爸妈妈是可能什么 一个月给一次 给完了孩子怎么用 没关系 是你的钱啦 爸爸妈妈很开明的 我不管你 可是天蝎座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会有计划的 我们一个月给 或者是我每一周给 但是呢 爸爸妈妈会告诉你 钱要怎么用 最好先存一部分起来 因为钱要存起来 你才有财可以理 对不对 他们会从生活当中去 培养小孩子 这一方面的观念 目的是天蝎座的爸爸妈妈 他们也会提供给孩子一个 比较我们说 金钱稳定的环境 但他也希望这个孩子日后 自己也懂得去 好好的理财 这是他们会照顾 保护的一个面向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 摩羯座的爸爸妈妈 好 我们说这种特质是 学业成绩不能落后 他们觉得什么 这个什么可能这个 家事不用做没关系 赶快去念书 好 学校成绩要好 好 那然后呢 这个什么体育课啦 可能这个六十分七十分 但是呢最好国文英文数学 这个成绩要高一点点 就说他们可能一个出发点 是觉得说你学习成绩好 可能日后你的一些工作 求学这种工作机会啦 甚至日后整个发展 会更有一些 站在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出发点 所以他们从小会要求 会去这个关注 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 一旦发现孩子这种 可能学习成绩落后了 马上安排补习班啦 或者是请家教来 让小孩这个学习成绩 能够这个提升 那从小是关心学业 当孩子成年之后 你会发觉 摩羯座的爸爸妈妈 也不会闲下来 他们就关心什么 你的工作怎么样 工作你在这间公司 工作三年五年了 你有没有升迁啊 怎么样去打点工作上的 一些人际互动 他们都会替孩子去考量到 也希望孩子在这一方面 能够表现得非常的好 第一名呢 如果爸爸妈妈有落在 巨蟹座的爸爸妈妈 我们说呢 防范 这种严密防范 不要陷入早恋 有点像刚才子星说的 就是说 如果巨蟹座特质强的 爸爸妈妈 他们对于孩子 这种恋情 是特别关注的 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想 我们身为成年人 我们会觉得什么 事业表现很重要 对不对 可能财富很重要啦 健康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回到 这种十七八岁 或是更早一点 这种年青春期的朋友 你去问 那个时候 你觉得生命当中 什么最重要 一定是谈恋爱 感情 所以呢 巨蟹座特质强的爸爸妈妈 他们特别在孩子 还是年轻的时候 他们就会严密去防范 孩子不要那么早谈恋爱 好 会说呢 你先把什么 就是其他的部分 这个可能都这个打点好 这个以后啊 你大学 你进了大学 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对象 可以这个选择的 孩子如果真的 就好好的念书 进了大学 巨蟹座的爸爸妈妈妈 会说不要急啦 你现在还是好好念书 好 未来你除了社会 有更好的人等着你 你去看巨蟹座的爸爸妈妈 会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 他们会觉得 人一旦投入感情 其实有时候 你这个运气好 可能这个感情顺利 当然就没事 但一旦心被伤到了 他会觉得这个是 有时候你要花很多 很多时间 才能去愈合的伤痛 所以他们会那么 防范孩子的这种 恋情方面 管很多的原因在于 他觉得不希望孩子太早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去遭遇到一些情感上 心理上面的一些挫折 所以会这样子 你会发觉 巨蟹座特质墙的爸爸妈妈 他们真的对于孩子什么 有男同学这种打电话来 不行 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为什么 什么讨论功课 为什么不去问其他同学 好 那种传讯息 为什么现在这个 已经晚上十点了 还要传信息给你 他们在这一方面 就会管得特别多 原因就是因为要 保护我们关于恋情 这一方面的一种 成熟度之后 再享受恋爱的关系 所以去理解爸爸妈妈 大家的互动 都会比较良好一点了 提供给大家参考